哈姆斯突袭以色列的震惊国际社会 反西方轴心国威胁升高带来的挑战也受到关注 南韩对北韩立场可能更为强硬 普上任的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 甚至提出尽快停止919军事协议效力 7日刚获南韩总统 17月批准任命的新任国防部长申元提 与媒体会面时谈到 哈马斯日前对以色列突袭的行动 表示大韩民国正面临的威胁 比这严重的更多 并指出前任总统文在寅 任内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919军事协议 对南韩军方造成了实质阻碍 919协议是南韩对北韩挑衅迹象的监视体系 无法彻底实施 申元提提出 哈马斯这次突袭 以色列造成严重死伤 证明了即使拥有军事实力优势 若未能事前掌握敌方的攻击迹象 仍可能遭受到致命打击 表示为了彻底 因应北韩攻击将尽快促进停止 919军事协议的效力 这并非尹熙瑞的政府 首次对919军事协议提出不满 尹熙悦今年初 就曾因北韩派遣无人机 入侵南韩领空 扬言若北韩再次采取 进犯南韩领土的挑衅行为 会考虑停止919军事协议 919军事协议是文在寅 2018年于金正恩签署 平壤共同宣言时 由两韩国防首长签署 关于军事相关协议的附件